民進黨的台中市立委候選人林佳龍 關心地方的建設 對於台塘有一塊專用地 這面積廣達22公頃 但是呢 方會了有十多年 覺得非常的可惜 他認為呢 台中其實這個鐵路高架化之後 連接兩塊區域 希望能夠打造一個文化的數位城 民進黨台中市立委候選人林佳龍 面對眼前這塊22公頃大的台塘專用區 閒置十多年卻毫無建設 忍不住痛批台中市政府 裡面都是水池啦 4.5公頃 再加上整個將近20公頃 方會在這裡已經十幾年了 然後現在政府也沒有辦法把它開發成 一個跟文化建設有關的 然後就變成一個生態池 這不負責任的做法 黃金土地多年來 黃岩漫草獨留一個4.5公頃的超大水池 林佳龍感慨當初市政府和台塘公司 提出生態園區 以及東方明珠等開發構想卻都停滯不前 胡市長要在水南經貿園區蓋 臺灣塔80億的預算 井上天花而且不知道蓋得起來蓋不起來 為什麼不把那80億的預算 就算剝一半拿到做市區的再生 然後讓這個台塘跟甘城可以經過鐵路高架化之後 串連在一起 林佳龍認為台中目前進行鐵路高架化 等待完工後 台塘專用區以及甘城重化區就能一起串聯 更應該打造出一個文化數位城才能吸引前潮 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三星無事 non明珠 潘霖 臺中報導 allein 都沒有 是的